哈囉 現場的分享大家 下午好 歡迎大家來到2018美麗星星動漫加年華2的活動現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大熊 歡迎大家來新鮮山上街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文和路 今天呢 我們看到 哇 我們把整條路給封了起來 今天要來幹嘛呢 今天呢 在這個舞台上面 我們要給大家帶來非常多精彩的一個表演 其實我們這個活動呢 在昨天 同一個舞台 同一個地點 同一個時間呢 也有舉辦了 那昨天這邊好多好多喜歡動漫畫的朋友們 一起齊聚一堂來看我們的舞台的活動 以及呢 在舞台的正對面呢 也就是大家的正後方 那個方向 我們今天呢 有非常多的攤位在地的一些工作室啦 商家啦 市集啦 他們在現場呢 擺設了很多 他們一些動漫的周邊商品啦 自己手工製作的一些產品啦 類似創立市集 只是偏向動漫畫的主題也在現場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呢 從現在 也就是五點鐘開始 一直到晚上的九點鐘 我們會在這個整個文恆二路上面呢 陪伴大家在禮拜天 這個1111被商人創造出來的 單身光棍節的晚上 好 希望大家呢 今天都來了 不管你單身 還是有另外一半喔 都沒有關係 這場活動 都希望你能看得開心 玩得開心囉 那當然呢 今天呢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一個表演內容喔 那讓大雄呢 先來幫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在這個舞台上面呢 您到底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那大家其實可以一邊搭配著 我們的非常美麗的大看板 然後我們就一路介紹過來 今天呢 首先呢 我們等一下會先登場的是 我們在地非常優秀的樂團 可雷樂團 那會為大家帶來他的歌曲的一個演唱 所以 它是第一個演唱的演出 再來呢 接下來的這一位呢 這一位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大家知道 那個斯文 台灣雅典娜 大家知道他嗎 有沒有在網路上看過他的影片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歌手 但是呢 原本在很多我們覺得跟動漫 沒有很直接連結關係的一個舞台上面 他演唱他自己最喜歡的 聖鬥士星矢啦 這些經典的動畫的主題曲 那時候在網路上一炮而紅 今天我們真的是重金禮聘 把他給請到這個舞台上面 我們來現場看看 我自己也沒有看過他的現場演唱 我也非常的期待 當然呢 我們今天呢 有非常多跳舞也很擅長的舞團們 包含了呢 我們今天以這個樂歌 這一個動畫作品 遊戲作品 這個企劃作品為主的Montraise 今天會給大家帶來樂歌的舞蹈表演 以及呢 在地非常年輕的舞團 Inori 今天呢 也會帶給大家很多很進歌的一些熱舞 最後呢 說到在地呢 其實說又要唱歌又要跳舞 我就不把它歸類在舞者或歌手 我把它歸類為偶像 在地呢 最具有代表性的偶像 厨子Pinaco 今天呢 作為我們的整場活動的壓軸演出 所以我們今天的活動呢 相信非常非常精彩喔 那 大熊講解一下喔 因為今天的這個舞台的前方呢 我們沒有要用到 說真的 就我們今天不會有任何的 欸 造勢 長官的需求 所以如果說呢 等一下來 如果說 等一下呢 再搭配著歌曲 或者是舞蹈的跳舞的時候 有要進行這個 喊摳啊 打意啊的行為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邊的區域 但我有一個先決的一個條件 因為我知道大家動作都比較大 那包含昨天我看到一些比較衝撞性的 一些這個動作 那 你也得體諒一下 我們現場其實有很多 大家今天是路人過來看熱鬧的 或者是今天第一次認識動漫畫文化 不知道大家在做什麼的 請不要撞到他們身上去 不要撞到他們身上去 不要影響到他們 小心後面的腳架 那邊一排的攝影大哥的腳架 一踢到一打 一打到倒下來可能就是個幾萬塊 所以呢 小心他們的一些器材 除此之外 我都不反對大家在這個活動當中 進行各式各樣的互動 那當然不要衝到舞台上面來啦 你衝到舞台上面我就衝過去找你了 好 我們的安全都注意完了之後呢 我想我們今天的活動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大雄還是要感謝一些單位 那這個是很必要的 請容許大雄呢 謝謝一下他們 因為他們其實為了我們這樣的活動支出 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首先呢 我們的主辦單位 我們的高雄行星區區公所 他們其實每一年呢 在尋找在地特色的時候 行星區嘛 不大 行爵江商圈 玉竹商圈 南華商圈 六合夜市 這一區都是我們年輕人會聚集的地方 雖然很多人常常會說 沒有啊 年輕人現在都挖在家裡 我說沒有啊 還是來逛街 還是就來這邊逛街 不然這些人是來幹嘛的 對不對呢 所以呢 他們其實每年呢 支持我們這個活動 通常呢 我們在在地 就會有很多的一些協辦單位 包含了高雄行星區 三十二里的辦公室 小小的行星區有三十二個里 他們很支持我們活動 不然喔 風街風降喔 可能一九九九就打到爆掉喔 真的 那包含了新決江商圈 商店街的永續發展協會 玉竹商圈的管理委員會 南華觀光商圈的發展促進會 跟六合國際觀光夜市的發展促進會 都協助了我們的活動來舉辦 那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高雄市政府 以及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支持我們的活動 好 大家可能最無趣的內容 我剛剛已經全部巴巴巴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終於可以進入 活動的一個本質囉